其實我今天第一次來提案 然後就第一次來做起來很報告 還是很緊張 其實對我很友善 然後可能剛剛有人早上沒有來 是那個遺掌社會民主黨的地委候選人任博宜 然後我們在那個新店實地深空物來提名選舉這樣 然後我剛剛原本早上提案之後提一個 我覺得可以來對抗一個地方政治或是傳統政治 就是在地方綁裝的民營結構的資訊系統 然後這是我原本的構想 然後提案之後就有很多人回來跟我討論 就他們覺得說在這麼短的時間裡 要架設那個資訊系統 然後要讓一般的選民可以去運用那個系統 有一定的門檻 所以他們其實提供了我很多就是 其他的方式來做到這所謂生活政治的 應該說普及化嗎 或是讓這個生活政治讓更多人可以接觸 然後跳脫傳統政治的領域 所以我就取一個名字叫做 Gulie V的跟柏妤的新政治小計畫 然後走一個文青路線這樣 然後呢 對就是如果還有興趣的話 可以上Facebook搜尋我的粉絲專頁 然後因為我們 我們在選 我今年24歲 然後我們整個那個 我請問整個進選 謝謝大家的金屬 我好開心 我們整個進選團隊的人 大概我們平均年齡大概是不到25歲 所以我們 然後我們都是那個社會科學背景 所以我們其實對於粉絲業的經營啊 然後還有一些行銷 還有一些設計都很不拿手 所以大家可以上粉絲業搜尋我的粉絲專頁 就可以發現欸我們沒有經營的很好 對 對很貌囂 然後其實我想再談到很多很經營的人才 然後剛剛就很多人給我們一些建議 然後大概 我就把那些建議整理 就是你跟Hepton 然後我想說跟大家激發更多的討論 然後剛剛有很多人跑來跟我說 就是他們可能對選舉也不是很在行 所以也不敢給什麼意見 可是我真的非常希望大家可以給我意見 因為我對選舉也不是很在行 我今天也是第一次選舉 所以請大家多給我意見 對 然後大家有幾個一件一個是 就是說可以幫我們的 因為很不幸的本人沒有官網 對我們沒有錢可以做官網 然後我也不會嫁網站 所以我們都是用粉絲業作為我們的平台 然後就被罵了 就是說都找不到我們的政見 就全部被洗掉了 然後而且粉絲業作為一個 那個公布政策的工具 其實非常不適合 它沒辦法閱讀 也不能吸引大家注意 什麼我已經剩下兩分鐘 我天啊 好 對不起 然後所以剛剛就有人提醒說 可以把我的政策放在一個Hack folder上面 然後也可以Hack folder裡面應該有可以 就是 怎麼講 就是一個平台可以讓有回應的那個系統這樣子 然後可以做一些選民的提案 就是假設你住在我這個選區 然後你在這個選區有一些新的提案 地方政策的想像 可以用TocoHack folder來完成 但是我不會架設 所以我們非常希望有人可以來報告做這件事 然後剛剛有人提到說 之前做的預算視覺化 他們覺得可以來做這個就是 募款的資金運用的視覺化 然後我們可以講說 我們是非常透明開放 我所有的募到的小額捐款 因為我們也反正也沒什麼錢 所以都可以給大家看這樣 然後還有大家剛剛提說 可以來做那個Bank 放大的群眾募資 然後不是只是募資而已 還有做到就是推廣 來做行銷 然後剛好講到 因為我原本早上提的是一個地圖的系統 所以有一個人建議 也有一個很棒的那個系統 可以掛在Google Maps 然後可以讓其他的選民 可以直接上面編輯 新增一些事件 這樣子 然後就不用再重新設一個系統 可以直接把這個東西 掛在我們的Facebook上面 就是設一個Button 可是呢 這樣就變成我們的Facebook base 然後夠大 這樣才會很快再來使用 所以呢 剛剛還有這個Open Data 我要把我所有的東西 放在這上面 然後所以剛剛大家就 後來就變成在討論我們的Facebook 你要怎麼經營 就是真的我們不是很會經營 我們連 都會去認證 才會添加八成都不知道 對 然後還有一些懶人包專案 剛剛大家有在說 就是可以參考公道博 然後做我們的政策懶人包 就不用寫一篇很長的文章 沒有人要看這樣子 然後反正就是很多事情要做 所以也很多建議給我們 然後對不起 我們團隊是一群沒有梗的年輕人 所以如果有很多自認我很有梗的人才 拜託就是快點來聯繫我 我應該很好認 我長這個樣子 所以我等一下還會在這裡逗留一下 或者是直接在Facebook上面 就是可以留下來的流動方式 讓我們可以互相認識 然後希望大家可以進入我們的團隊裡面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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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